我覺得扮靚沒有分男和女 男生是應該扮靚的 因為我們要注重外表 就可以讓別人看到最好的一面 我最接受不了 就是男生擦摺甲油 這樣就會顯得他很奇怪 如果我可以扮靚 像Anson Lo的話 我也挺開心的 我覺得男士其實不用化妝 男士應該注重內涵 其實化妝這些東西真的很假 小時候最貪美的事 十二歲 偷我的法國品牌護膚品來塗 塗完之後還去問同學 是否滑了、是否漂亮了 但沒人理會我 以前流行粗獷一點 就是你越健碩 感覺越平衡、越沒有化妝 越多鬚筋 你就越男人 跟現在很不同 可能是韓風的原因 所以多了男士去化妝 但其實那是否代表漂亮了 那是否代表多人接受了 跟我找尋就對了 有哪個地方想收拾一下 你不滿意的 頭髮 什麼?頭髮而已? 眼眉毛呢?耳洞呢? 鼻孔洞呢? 牙縫呢?眼球呢? 很多地方 這麼多?還沒要搞很久? 外表是搞了一輩子的 這裏是一間男士形象的概念店 我們很想幫男士整體造型做一個改造 我們很想幫男士由內到外 都可以有一個新的形象 更加有多些自信 通常來的男士分手失戀 要重新做人 對,這個很多 但也有很多朋友想出伏 工作的原因 甚至有很多準新娘 很想叫一個準新郎 在結婚前來整理一整理 希望婚禮那一天 大家都很漂亮地出現 Ricky,交給你吧,過去 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想做什麼? 你今天打算做 弄一弄我的全身 全身改造,很多東西整理是嗎? 有些,這裡開始 有頭到腳 但你想不想撿嗎? 可以的 可以的,是否什麼都可以? 是 是,什麼都能夠接受吧? 那就好了 幾個小時夠不夠? 幾個小時 幾天,之後回來 把單子送給他媽媽 謝謝… 拿張卡放在那裡 你給完了 我很想令一個小朋友 他對於造型這件事 其實可以接受到更加多 因為很多男生 我以往都覺得 男生一定只可以這樣 一定只可以這樣 但其實造型這件事 是很大變化 最重要是適合他 而且他都可以覺得自己漂亮 就可以了 Cita,聽說你來做造型吧 平時多不多扮漂亮? 不多 即今天這樣是最漂亮的 嗯 有沒有一些再漂亮一點的衣服 其實很想穿一下 很想嘗試一下 但沒試過的? 想穿一些黑色的衣服 你喜歡黑色的? 是 OK 誰幫你選衣服的? 通常都是我媽媽 媽媽買衣服給你時 你有沒有覺得很不漂亮 我不喜歡這件 有嗎? 不要緊 正常的 每個小朋友都有 我今天打算幫你打造一個新的造型 我們不如想想黑色 帶你是不是穿什麼都可以 是 我預備了一些衣服給你 第一套 我們先有一套黑球衣服 然後有一條黑色的長褲 感覺如何? 帥的 帥的 第二套就是灰色的長袖衣服 再加一條裙 不行 為甚麼? 我不太想穿裙 OK 你覺得男生不能穿裙? 是 裙通常是甚麼人穿? 女生 女生 但你知不知道有很多男生都穿裙? 不知道 不知道 最簡單的說 國家 有些蘇格蘭的地方 其實每個男生都是穿裙的 最近有很多明星 其實他們都穿裙的 雜誌上 都會穿裙的 有沒有聽過香水這件事? 有 我們不如試試 你自己喜歡甚麼味道 噴上你的身上 你自己如果味道最喜歡 是花還是果實? 花 花多一點 OK 好 聞一下 好香 為甚麼你覺得很香? 好舒服 好舒服的 OK 我再給你一隻 聞認真一點 我們細味的聞一下 有吃過見過? 應該沒有 試試給我告訴我 聞到這件是橙味 少少像 少少像 OK 如果你真的出街的時間 穿了很漂亮 這樣去見人 你覺得你會喜歡噴 花味多些 還是噴 橙味多些? 花味多些 OK 恭喜你 你找到一隻 你自己喜歡的 另一隻香水 好 我們換衣服 接著我們就開始去 整頭 和我們去化妝 我們就來剪頭髮 我介紹Edmond哥哥 幫你剪頭髮 剪頭髮之前 我們要設計一下髮型 你平時有沒有遮瑕頭? 偶爾有 偶爾? 什麼時候是偶爾? 我聽你媽媽說 就跟我說 你不會每天洗完澡 都好像遮瑕頭一樣出來 說自己很英俊 不如你告訴我 你想不想上髮型之後? 可以 想的 有哪一種髮型 你很想做到? 你現在的 這個? 要飄到前面白色的 不行,我還要上學 我給你一個像我這個髮型 但你現在的頭髮顏色 給你好嗎? 好 好,要問到一樣 你覺得你左邊較英俊 還是右邊較英俊? 右邊較英俊 你已經知道了 是,我也覺得你右邊較英俊 所以你記得之後 見人、看人、站在右邊 就把你最英俊的表演給人看 交給你,Edmond 好 我是屍齊媽媽 屍齊很喜歡運動 她也是一個很開心、很活潑 也有少少貪美的男生 我是李Sir 我是屍齊的教練 也是她的老師 我認識了她 也有七年的時間 在我心目中 她是一個有時候有點衝動 多數的時間都很乖 而且都挺貪美的 媽媽,現在屍齊她在造型 你會不會怕造型完之後 不認得她? 也不會 她自己有沒有在家裡試過 偶爾自己撿髮頭 收一條眉 做少少化妝那些東西? 也很好笑 其實因為你和你老公的方向 都是崇尚自然的 不是太過知整或者注重外表 可否這樣說呢? 也是的… 簡單、自然就已經很足夠了 所以你代表如果小孩化妝 你可能會甚至抗拒 也會有一點 對,譬如施齊告訴你 媽媽,我很喜歡化妝 我想畫眼線 像韓星一樣,可不可以嗎? 如果她純粹玩,我覺得可以 如果她說每天上學 我都要畫眼線 看看她的眼睛是否有特別的需要 因為始終都是學生 她以學生的身分 簡單、整潔,上學就已經可以了 是不是這樣呢? 李Sir,你是體育教練 很多學生都可能會越來越注重而容 在現在這個世代 你覺得怎樣看呢? 我想其實她們每一個範疇 她們都要有一個規範 譬如她們上學要穿校服 或者她們練習要穿舉服 其實這是一個規範 在規範以外的空間 其實最重要是整潔和尊重場合 這件事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看到男士化妝 你會有什麼看法? 你會宗告她,不如不要 還是你會覺得很潮 我想我自己就… 如果現在的小朋友 你要嚴厲地摘她 是 其實她回來不會接受 回來說,你為何今天這麼特別 今天很潮 沒錯 看看她會有什麼反應 可能其實她們覺得這樣就好看 如果不是上學的日子 如果她是自己後學的日子 那倒是,可能是這樣的形式 Tracy,你有一個女兒和屍齊 女兒塗指甲油就可以了 突然有一天,屍齊塗指甲油 她告訴你,我外出跟她吃飯 你又會覺得怎樣? 我會問她,是否每個人都塗的 你們是否今天可能有一個聚會 是想用指甲去做一個話題呢? 是,是這樣的 媽媽其實你也挺通情達理的 你不會即時去罵她或責備她 你問回她的問題 讓她思考 是 現在她正在做形 待會兒你預期 你會看到一個新的屍齊出來 還是怎樣? 我想也是在她基本的整個形象上 可能再提升更多一點 你好… 搞定了,好像真的英俊了 對 有一點笑容,剛才臨來之前 好像妹妹好,沒什麼精神 自小失敗,現在真的失敗 我看到屍齊造型之後 其實是更加比之前有信心 她的臉部化妝加上髮型 其實是令她對自己的形象和信心 更加提升的 她進來的時候 我想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有點驚喜,因為我會留意她的樣貌 因為平時我只會留意她的手和腳 她做運動時的動作 但今天我真的會把她的注意力 放在她的樣貌上 其實今天做了甚麼呢?Vicky,今天 不如你說一下做了甚麼 我們剪了頭髮,然後遮膩了 眉毛有沒有弄過? 好像收了一點眉毛一樣 雜毛已經失敗了,是嗎? 通不通? 通不通 化妝了 顏色怎麼樣? 白了一點 亮了,有光澤了 還做了甚麼?手有沒有做過東西? 有,擦了指甲油 最令我猜不到的可能就是指甲油 因為我想今天造型 我知道她會做頭髮或化妝 但我真的猜不到她真的會做指甲油 怎樣說服她擦指甲油? 我就這樣塗了 她一開始是勸我試試的 她就塗了第一隻 我就沒所謂了 她也塗了,繼續塗 最後我也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那種顏色都是我喜歡的顏色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沒有嘗試過 所以你害怕 但你只要嘗試了 其實你會覺得都是一樣的 經過這次化妝之後 我就覺得化妝是男女也可以的 因為它可以令所有人都漂亮一點 起立 早安,Tony Sir 早安,請坐下 男女的課堂 我們做了很多性別印象的驗證 例如學韓文 參加STEM 學語言 女士是否學得快一點呢? 或者玩STEM的時候 男士的空間感是否也會更好一點呢? 屍齊也很厲害 現在有沒有保持化? 又或者我們玩了Ninja Challenge 女士或小一點 是否真的吃虧一點呢? 也不一定 接著阿妹,我們就做了一個 房間性別斷捨 丟掉這些東西,不好意思 與我無關 而且丟掉這些東西的不是我 是白色衣服的哥哥 我們做了這麼多東西 體驗了這麼多東西 大家對性別這件事 跟之前有沒有不同的看法? 我之前覺得男生應該比較有趣 而化妝、扮漂亮的事情 是女生才會做的 這次我收了眉,又塗了指甲油 我後來看照片也覺得不錯 男女其實化妝也沒什麼分別 對,化妝,每個人都想漂亮 所以男女其實也有權去化妝 是嗎? 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女生 很多時候都因為自己是女生 而不敢做一些事,甚至抗拒 我覺得自己這次有很大的突破 我沒有像之前這樣否定自己 那接下來你會不會想試一些 再激一點或者男士一點的運動 我有想過的 我和你們一起經歷了整件事 我個人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男女在生理上的確有不同的 體格、高度 這些是事實來的 但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會不會其實男女不應該在性別上 都會有分別呢? 這樣性別上的分別 會不會令到她的才華上的發展 都會限制了 例如男生只可以做這些東西 好,今天的課堂就完成了 但是課堂可以完成 不代表男女的課題到此為止 世上很多東西都沒有標準的答案 我們一定要保持好奇心 繼續認識這個世界,好不好? 好…